大家好,我是鸡腿,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古人没有暖气,在寒冷的冬天会被冻死吗? 他们又是如何取暖的? 每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气温骤降在当代社会 有羽绒服、小太阳、电热毯 暖气、空调等取暖预寒方式能够让我们度过寒冬 可是,在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 没有暖气的古人,是怎样取暖的,以衣取暖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取暖方式也会不同 但是不管在何种时期,用衣物取暖都是必要的 生活在台湾地区的嘎玛兰人就曾经利用香蕉树干上的纤维 在进行刮痕、晒干、挑线、纺织等复杂的工序 做成香蕉衣,在冬季穿上,一度过寒冬 真正出现衣服的时候,其实是夏生周时期 纵观历史,丝绸起源于神农雷族养残 到了周朝,养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在诗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使母之间也,丧者谢谢息 养残之四的过程不仅很漫长 而且还很麻烦,最后的产出量又很少 所以价格昂贵,只有贵族可以穿 但是麻雀非常容易种植 而且用它织出来的衣服很轻薄 可以满足普通人穿衣的需求 西周时期,纺织工具有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骚车 仿车,直击 衣服的质量和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是买不起 只能将自己家种的麻制成衣服 用来过冬 但是因为麻衣很轻便且透气 还不贴身 尽管保暖性很差 但总比没有衣服强 可是贵族们并不会和平民百姓一样穿马衣 他们会穿动物皮衣球衣来预涵 在周里天官四球中用祭球 献功球 以代班次 来描述了天子赐得有功的大臣球衣 以表示嘉奖 在各类动物球服中 最尊贵的就是白虎球 之后是青虎球 虎球 河球 最次的就是羊 狗的皮毛 在汉宣帝统治时期 河北聚入陈宝光的妻子 发明了花楼机 这一发明 直接让当地之娘的纺织效率大大提高 但是一到冬天 依旧有很多人被冻死 东汉南北朝时期的自治通鉴 是这样记载的 自后宫 诸王十六宅 洞内儿子者日三四 在皇宫和诸侯的人 每天都有三四个人冻死 而穷苦的老百姓 在寒冷的冬界 没有足够的遇寒义物 再冻死的更是不计其数 而免疫不仅轻便 而且保暖性还很好 所以逐渐成为权贵们新的余寒义物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经济增长的同时 带来了就是高昂的赋税 在这两个时期 农民需要交公田支付 明田支付 成锅支付 丁口支付 杂便支付 这五大类税 根据相关的古籍记载 基内期限 夏秋米卖十五万二千有零食 卷四万七百有零匹 市委正税 外有颜纳诸色 明目杂浅 十一万三千有零贯 足以看出 宋朝民众身上的担子 确实很重 即使当时南方有很多 种植棉花的百姓 但为了生活 种植的棉花 都被换成粮食 或者当作税 交给统治者 因此寻常的百姓 依旧很少使用棉花制品 造纸书的改进 在东汉时期 蔡伦改进的造纸书后 各朝代有样学样 也对造纸技术 进行改造 改良过后的纸 不仅轻便 还密不透风 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就将其制作成纸衣 纸备用来过冬 宋代诗人叶绍翁 在四朝建文路中用转制 不欲烟火 纸时勤了 不宜思勉 偿服旨意 浩旨一和尚 来描述 苦行僧在冬天 用旨意预寒 在明朝之后 在朱元璋 为了稳固朝政 恢复经济 就号召农民 积极种棉花 因为种植棉花 可以抵消一部分的水 所以在当时 几乎有一半的耕地 都是用来种植棉花的 就是在全民 种植棉花的时代中 棉花产量激增 价格也昼降 成为百姓们保暖过冬的主要衣物 自此棉衣再也不是贵族们的专享衣物了 花椒房取暖 花椒房就是将花椒碾碎和泥土混合 涂在墙上 来提高房屋的保温能力 花椒在古代很珍贵 常被制作成香料 像汉朝皇后都依房居住的椒房店 就是采用上述工艺 此外 椒房店的墙面还挂有锦绣壁坛 地上铺着厚厚的西域金贡毛毯 还用大院羽毛做成漫长 在这样的房里住着自然不会感觉了 花椒房不仅可以防寒保暖 还能够保持室内香气 也是因为花椒房的保暖效果很好 在严冬还可以养些花草 在当时令人惊叹 汤婆子取暖 汤婆子在一些地区也叫她汤无子 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 大多是用铜制作成的土圆形扁的瓶子 它就像现在的热水袋一样 这是当时穷人取暖的方式 每当到了冬季 在里面倒入热水 热气就会透过瓶身传递出来 可以拿在手上 也可以放在被窝里 用火取暖 在原始社会时期 人们发明了钻木取火 到了冬季 各部落就会在山洞里生活取暖 来度过寒冬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利用火 发明了许多取暖方式 在明清以前 东北 华北 北方草原地区使用的主要是火炕 而西北地区则主要是灶炕和壁炉 所以火炕就变成了取暖设施 也是当时的旧寝设施 当时满足的仙人建房子时 并不会只建在朝南的一面建火炕 门是在室内的四个面都会建造 从而让屋内变得暖和 西北地区壁炉就是在墙边凿开一个洞 然后在里面烧柴或者炭 以此来温暖室内 虽然壁炉确实很有用 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就是容易造成空气污染 而且还会氧化碳中毒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医疗常识 所以很容易在睡梦中不知不觉的去世 金筹元筹以后 北方草原民族向西迁移 将把火炕技术带入了西北地区 从而取代了壁炉 地坑的优点十分明显 它位于地下 加热面积和散热面积都很大 并且加热很均匀 温和 相比于火炕 工作坑和排烟口都在室外 这样就不但增大了室内的活动面积 还起到了保持室内清洁 防止室内火灾的效果 除了取暖设施 也有许多取暖物件 国人也会利用炭火制作火盆 在冬季放在宫殿里或者庭院里 很受世家大族的小姐们青睐 当然还有可以拿在手上的手炉 手炉有外壳和内胆两层 里面也是烧炭 最上方用镂空的盖子 用来通风 因为手炉是用铜制作的 所以传热性很好 所以在北宋时期广为流传 还有的手炉外壳用发廊彩 或者雕刻技 就像是工艺品一样 十分美观 所以自然也很受世家小姐们的喜爱 这个小物件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 像《甄嬛船》中多次出现手炉 吃火锅取暖 火锅不仅是现代的流行美食 古人也会在冬季聚在一起 和家人朋友一起吃火锅 在冬季 古人不仅会穿玉寒的衣物 还会聚在一起吃火锅 为了驱除寒冷 他们会吃像生姜 羊肉和狗肉 这些杏断的食物 其实火锅最早起源于西州时期 是用作礼仪祭祀的器皿 也叫做火顶 并不是出去 是王室贵族用来证明身份的饰品 到了战国时期 用陶冠为锅 到了汉代用铁制做火锅 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火锅 在战国时期就被发明出来了 从未书的记载 我们能够了解 在三国时期 人们用同制成火锅 在火锅中涮猪 鸡 牛 羊等各种肉食 但当时并不流行 到了宋朝 火锅的吃法在民间已十分常见 边境在开封社里的酒馆 冬天还有开火锅店的餐馆 在宋朝的冬天 吃火锅已经深入百姓生活 在民间还有暖冬的习俗 孟元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 十月一日 有四进暖炉炭 民间接制酒做暖炉会 也就是说在每年农历的十月一日 全国人民都会在自己家中围着火炉 边吃火锅边喝酒 除此之外 喝热酒还能用来去寒 尽管古代科技水平并不发达 但是取暖方式确实也很多 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皇宫贵族 都有自己的预寒方式 这些取暖方式像热炕 在当代的东北地区仍继续引用 还有的像汤婆子 手炉这些取暖物件 被改进成暖水袋 暖宝宝这样更方便的形式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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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